那么东西方在比较 我们今天在它的饮食结构中比较 你会发现东方人多吃蔬菜 为什么我们多吃蔬菜呢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植为主的一个农耕文明 我们东方文明熟是吃饭的第一标准 是重要标准 而西方人认为生是第一标准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东西方在比较 我们今天在它的饮食结构中比较 你会发现东方人多吃蔬菜 为什么我们多吃蔬菜呢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以种植为主的一个农耕文明 西方人多吃肉食 所以我们今天去跟西方人比吃肉 我们吃不过人家 我到国外去跟外国人有时偶尔吃顿饭 他要的牛排 比如美国人这么大一块牛排 我觉得那一块牛排够四个人吃的吧 他一人全吃 我们吃不下去 我吃下去 不是说我吃的动 吃不动 是我这胃受不了 我根本就消化不了 那么西方人这个吃牛排一定要问你你要几分熟的 对吧 中国人都认为我这熟得必须得熟了 这饭有一丁点加生我都不能吃啊 所以中国人一直认为啊 我们东方文明熟是吃饭的第一标准 是重要标准 而西方人认为生是第一标准 所以我们这些年还算习惯点的 学会了很多西方吃饭的方式 在早三十年前啊 我们去吃西餐 从头到尾都不适应 第一先吃了一盘沙拉 所谓沙拉都是生菜 那中国的生菜呢 就是仅限于一些小菜 比如一些拌菜啊 比如他的主菜上来啊 他的牛排上来啊 他问你要几分熟 那么我记得当时我们去吃餐厅吃牛排的时候 跟服务人员说我要嫩一些 中国人认为的这个肉嫩一点 是咀嚼不费力的一种表现 而西方人认为嫩一点就是生 所以我第一次吃牛排的时候上来说呢 基本上都是生的啊 我们人类最初呢是吃生的啊 为什么吃生呢 因为我们跟动物没有区别 你看哪个动物煮熟了吃啊 我们跟动物是一模一样 就是吃生 那为什么后来改为吃熟食呢 是因为偶然的情况下吃到熟食 比如这种山林大火 有的动物被烧死了 那么人捡到这种烧死的食物呢 烧死的动物那食物依然可吃 而且还比较容易消化 我看过一本书就讲啊 就是说人类的这个进化跟吃熟食有关 由于人类的进化吃熟食 使大脑加快了它的进化 这可能是有道理的 所以人类这个在吃熟食方面 就开始由被动到为主动 那主动的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把它煮熟 我们为什么吃饭要煮呢 主要是煮了以后 易于消化 易于消化呢 它就节省粮食提高效率 吃饭是一定要提高效率的 我们说的效率不是吃饭的速度 而是你少吃 多应付 多应付这个世界 比如说我如果一小碗饭 我能够吃下去 我就能应付这个世界的话 我就犯不着吃两碗饭 对吧 那怎么知道它有效率呢 古人发现熟食比生食容易吸收 比如麦子 我们今天的麦子 为什么都要磨成粉 这基本上东西方都一样 比如我们磨成粉是蒸馒头烙饼 西方人磨成粉是烤面包 它一定要磨成粉 磨成粉熟了以后呢 它比较易于吸收 如果你吃生麦子呢 什么下场呢 就是你怎么吃进去的 你大约就怎么拉出来 我们吃过 我年轻的时候 在农村待过 麦子快要熟的时候 我们到麦子地里去 抓下一把麦碎 揉一揉 一吹 麦壳什么都吹掉了 然后就把麦子吃了 一开始还嚼 嚼一嚼 那时候年轻也没有多的耐心 有时候一把把嚼两下都咽了 咽了以后 顶多过一天 你就又看见那麦子了 所以这麦子你要生吃整吃的时候 它不易消化 不易消化 它在你的肠胃当中不得以吸收 你就不提供热量 所以古人就逐渐发现 如果把粮食做到精心细做的时候 它会省粮食 我们今天西方人也有蒸煮 东方也有烧烤 那么烤呢 它跟煮一样 它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烹饪方法 一烤这油就滋出来了 它直接建火 人类喜欢吃烧烤 吃烤呢 它肯定是源于自然的一种启发 自然的山火一弄 大火一着 动物就烤熟了 一烤熟了以后发现这肉香 那么西方人呢 西方人最初呢 是烤面包 对不对 我前些去年吧 我去这个 这个意大利啊 看到这个 庞贝古城啊 里头的这个烤面包啊 历史上2000年前的人怎么烤面包 2000年以来 西方人的烤面包 是这个 从未间断 所以西方的 今天的主食都是烤面包 再有就是 你去土耳其啊 我去土耳其 那烤肉比较邪乎 它叫旋转烤肉 这么粗 有一米多高 在那转着 烤的全是流油 拿刀一点一点切 吃多少切多少 还不是切 是削 往下削 刀飞快 那么人类早期啊 吃这个油脂啊 更多的是动物油 我们吃大量的 可以食用植物油 无非就是近年的事 过去我们有个词 叫明脂明膏 这个明脂明膏 脂膏是两种什么东西呢 古书上是这么解释的 说啊 有脚的啊 比如牛羊 它这油叫脂 无脚的呢 就叫膏 所以牛油 羊油 统称为脂 那猪油 就称之为膏 古人就比较辛苦 很少吃油 所以古人很少有发胖的 这油呢 会在身体内沉积 我们今天每个人吃油量 比我们小时候要大很多 啊 我们小时候 每个人每个月 只有半斤油 250克啊 每个人 你们家里四个人 就二斤油 你今天说二斤油 怎么够吃的 我吃一回水煮鱼就没了 对 那时候一家人一个月 就二斤油 所以油呢 在 起码在我年轻的时候 还是一个非常匮乏的物资 我们在上世纪的50年代末 60年代的困难时期 我们那时候极度的缺乏粮食 所以国内曾经有过一段呢 叫做饭的技术革新 这个运动呢 很有意思 发明了一种做饭的方法 叫双蒸法 我跟年轻人聊 他们都不懂 说什么叫双蒸法 我告诉你 他们当时做饭的时候 所有的饭 不管是米饭 还是玉米饭 玉米都是用两次蒸熟 不是一次蒸熟 比如说玉米 它首先先蒸以五分熟 蒸以五分熟 把这半生不熟的玉米拿去磨 磨成粉状以后 再拌着水蒸蒸磨 所以呢 这种蒸法 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过去一斤 一斤玉米能蒸出一斤半来 这样能蒸出两斤半来 这个米饭也是这样 米饭的双蒸是第一次先蒸米 把这个米呢 蒸熟了 然后兑水以后再蒸 所以一斤米能多蒸出一斤饭来 那么吃下这饭管用不管用呢 据当时的报纸说是管用的 因为群众吃得红光满面 生产尽头十足 嘴里还觉得嘖嘖称奇 所以这种双蒸法 在度过的那个困难时期 就销声匿迹了 今天的人可能都 老一点的人可能还记得住 那个双蒸法 而年轻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双蒸法是怎么一回事了 蒸饭 是我们到今天每家每户都沿用的 一种简单的做饭方式 但是过去请人吃饭 可以做成全蒸习 我们今天很难吃到全蒸习 对吧 我们今天吃的这个菜 就是各种烹调技法 从一开始的半凉菜 一直到最后的大菜上来 不停的变换烹调技术 但是江苏 前些年我去江苏的时候 吃了一次地道的全蒸习 这个蒸菜在过去 是一种非常高等的一种宴请方式 为什么蒸菜成为宴请方式呢 我们今天都觉得得炒菜 得编勺 蒸菜全是打锅蒸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当年人的结婚跟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结婚 就是一年四季随时可以结婚 什么时候都可以举行婚礼 一般的情况下 选个节假日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过去不行 过去 过去的人一年四季都在劳作 结婚就赶在春节 赶在过年的时候 那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人 一请人几百人吃饭 几百人吃饭 你如果光靠炒菜 你肯定供应不上 因为过去没有煤气 过去都是那种简单的煤炉 你用煤炉去炒菜 你肯定跟不上 所以在江南地区就出现了一种蒸喜 从头到尾都是蒸 尤其人多 那时候又没有大的空间 都在露天吃饭 在零度左右的气温中 所有的桌子上 一大锅 一接锅 几层屁 全部一模一样的蒸菜 有蒸蔬菜的 蒸鱼的 蒸肉的 尤其那种咸鱼和腊肉蒸的 高温蒸碗里有特别的香 所以一道一道的蒸汐 保证了所有桌都非常的 这饭菜非常的热 我们人认为 我们自己 这个饭菜跟西方菜有一个不同 西方人对凉的概念 没有我们那么强烈 我们认为请人家吃饭 饭菜一凉 这饭菜的等级就不够高 而中国人认为 这菜是温的就是凉的 还不是真凉 是温的就算凉 所以一定要烫嘴 很多菜就是尤其过去的 很多人很喜欢吃烫嘴的菜 过去的这个古代人类啊 都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吃顿饱饭已经是最高兴的事了 没什么精神追求 我们今天有很多精神追求 那时候没有的 就是追求下一顿好饭 那么这个我们的食品呢 在农业革命的时候呢 开始就种植 种植呢 最初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呢 可能是骨子 我们中国人常说啊 五骨杂粮 五骨杂粮都有什么呢 我们说五骨啊 不是确质 但是大概是个有什么呢 我们一般的说法叫倒数寄卖书啊 倒数寄卖书 也有一种说法呢 把稻子啊 递下去改成麻 这个麻不是穿的那个麻 是吃的麻籽 叫麻鼠寄卖书啊 我们古籍上大约都是这么记载的 真正古人吃什么 我们今天只能从出土文物里啊 慢慢的去判断 或从古代的文献中去去找到它 我们中国人吃的一次大飞跃呢 是在汉代 张谦出使西域以后 就带回了很多东西啊 比如我们今天 随时随刻都可以吃到的黄瓜 那是从汉代就带到中国 那么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不叫黄瓜 叫胡瓜 我们都知道胡子打头的都是外来的啊 今天好像黄瓜是绿的 为什么叫黄瓜呢 对吧 黄瓜是到老了才黄的 就据说呢 原来十六国时期呢 这个出身 这个平寒的奴隶的这个 十乐当上了皇帝以后呢 他建立了一个赵国 由于他祖上呢 属于匈奴的一支 那么他当然知道胡人这词呢 就有贬低的意思 胡人是站在汉人的角度上 说他们是胡人 所以就下令 就说不许说这带胡子 避讳改了他 所以那时候胡瓜就改成了黄瓜 你比如十六啊 十六这个古代也叫 安十六 为什么叫安十六 他产生于安息国 就是今天的伊朗 葡萄呢 葡萄这俩字写法太多 今天这个葡萄这两个字是固定的 历史上 我看到最多的葡萄呢 是写葡草的葡 就我们常吃的那个桃的那个桃 那么齐民要术中写的就 这个很清楚啊 就说这个葡萄呢 是当年当前出使席域到大渊国啊 取来的 然后回来就种 那晚上很好长 他是那种攀岩的嘛 我小时候还种过葡萄 葡萄那东西挺容易种的 捡两个干汁 插在土上就很快就活了 大概两年以后就开始结葡萄 那我们都知道这种蔬菜类水果类啊 还有呢 就是带有异味的这个 也可以叫调料 也可以叫食品 比如我们 就是我最爱吃的啊 有一种食物 一种菜吧 叫香菜 香菜在北方的生活中呢 往往都是做配菜 比如吃馄饨的时候切点香菜末 是吧 但是香菜是可以做主菜吃的 比如啊 香菜可以拌着吃 也可以炒着吃 但是很少有人炒香菜 因为觉得它那个味道太重 涮火锅的时候 可以直接加一块的香菜 都可以涮 香菜呢 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爹就管它叫盐碎 山东人嘛 就叫盐碎 据说现在华北地区的人 基本上还管香菜叫盐碎 盐碎是一个很老的名字 据说它最早就叫湖水 那肯定是从外来的嘛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胡萝卜 你看胡萝卜这东西就有意思啊 很多人吃萝卜不吃胡萝卜 很多人吃胡萝卜 觉得生着吃还能勉强 熟着不吃 觉得它有异味 所以这种带有异味的东西 往往都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 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上 所产生的很多蔬菜 让我们吃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味道 但是外来的东西 往往带一些异味 这种异味一旦你喜欢它以后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食物 那调料类都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芝麻 芝麻我们过去烙饼啊 火烧啊 那个芝麻 那大蒜就不用说了 大蒜很多人特别愿意吃 但是吃完了以后 最好是晚上吃 没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 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大蒜 那个口气非常的大 所以大蒜最早也是外来的 叫胡蒜嘛 还有胡椒什么等等等等 中国人啊 吃的东西呢 第一是品种比较多 中国人什么都敢吃 第二呢 手法多 我们刚才说了几一个面条 我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在网友这征集啊 我估计列100个中国有名的面条 都可以列出来 有100种啊 你要一天吃一种 你得吃三四个月 对吧 那么第二次中国的这个食品比较增加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明代晚期 明代晚期呢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后呢 带回来了很多食品 这个食品呢 是使我们的这个中国人呢 急剧增加了一个基础保证 他引进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呢 是玉米 第二个是番薯 这两件东西呢 都是耐贫瘠产量高的 中国过去的 我们说的倒数剂脉书 这种五股杂粮都产量极低 他这两个农作物都是从南美引进的 所以使中国人口骤增 我们明朝末年一亿人口 将近一亿人口 人口统计 到清除康乾盛世的时候 已经有四亿人口 人口翻两番 跟有基础的粮食保证 是有直接关系的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呢 其实宋代是个界限 中国人的很多习惯都是宋代定型的 我们今天比如我们吃三顿饭 早中晚三顿饭 我们在送以前 就躺以前就吃两顿 上午一顿 晚上一顿 这个晚上就是傍晚 因为过去的人跟今天有点不同了 今天的人的休息时间比较短 为什么休息时间比较短呢 因为你休息时间是最节省能源的 过去的那孩子家里穷一饿 就当爹当妈的说赶紧睡觉去 一睡觉就不饿了 为什么他消耗少 过去的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所以我们想现在是冬天 冬天长达12个小时都是黑夜 所以他都睡了 我们现在一般人不会超过8个小时的睡眠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种自然的情况下 我们过去吃两顿是可能的 一个是朝时就是早上吃的 一个是夕时晚上吃的 中间就不带吃饭 早上吃的晚一点 晚上吃的早一点 就把这时间衔接了 那么到了宋代以后 第一是消禁解除 可以拉碗 第二呢 宋代的这种饮食商业非常发达 我们从清明上和图上也可以看 从我们的后来的水浒传作的描写中 对宋代的人的笔记小说中 大量对宋代的饮食 包括饮料 它有很多 比如贵花汁什么的 就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各种饮料 宋代都非常齐全 他吃这个面食也变得非常复杂 除了我们刚才这个说的这些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烤煮蒸 这三个手段呢 他可能还有参加了更多的其他的手段 能使这个面食做得非常的丰富 那么送以后啊 送以后我们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生存状态呢 就比较定型 就比较定型 就知道一天吃三顿饭了 早出晚归三顿饭 三顿饭 尤其三顿饭 在过去的过日子的衡量标准 是一种高标准 那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方式呢 很有意思 在世界各国也比较独特 就是我们的这种共餐制 就大家围着一个桌子吃 其实我们最早不这样 我们都是自己吃自己的 叫分餐制 我们今天觉得分餐制是西方人带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最早也是这样 我们至少到明朝的时候 那个分餐还很严格呢 高等级的宴会分餐是一人一桌 他说不仅仅是一个餐盘 是一个桌子 一个人 那为什么有一种小桌子 有这个桌子一半这么大 叫瑶桌 他被叫俗了 叫小油桌 就是一人一个 你的吃东都在你这上面 那么这个共餐制呢 实际上是游牧民族带给我们的 首先是蒙古族啊 就是元朝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至少出现了火锅啊 这个火锅很有意思 我觉得火锅是一个特别简易的 而且行之有效的一种吃饭方式 我们今天特别愿意 尤其我特别愿意去上个火锅 就是你喜欢吃什么 加点涮涮 马上占点佐料就吃了 那么这个方式是蒙古人 交给我们的 当时呢 这个火锅呢 就是到哪了 支起一大锅 火一热 水一开 这肉忘了一受热 熟了 拿起来 蘸点盐就吃了 那时候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佐料啊 现在各地的这种火锅的佐料都是非常独特的 但是汉族人认为 你这吃饭有点实在是太野了 这个这个不文明嘛 但是呢 他吃的非常新鲜啊 很新鲜 所以火锅呢就一直一直保留下来了 到今天为止 尤其到了冬季啊 在比较寒冷的日子里 全家人或者是一群朋友围着一个火锅吃饭 还是很惬意的事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这些知识 你就下载官复APP 在上面有相关的一切知识 就下载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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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